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是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姜之名利讲堂 今天小姜之主要给大家讲讲 九种极富灵性的动物不可随意伤害 一花一世界万物皆有灵 在中国有民间习俗认为 有些动物天生富有灵性 是不可以随意伤害的 而我们平日里讲求福报 主要靠的就是一心向善 从而可求得心安 而动物属于大自然的生灵 不论是讲因果还是论道德 我们能不伤害就不伤害 特别是以下九种动物 古人认为他们有天地之灵性 是不可以随意损伤的 一 龟 自古以来 乌龟就是一种神秘 而蕴藏着丰富文化内涵的动物 它与人的渊源远比其他所有的家畜 家禽更深 早在三千年前的西州时期 古人就把乌龟作为一种宫廷观赏动物来饲养 古人把龟 龙 凤凰和麒麟当作四种吉祥动物 称作寺灵 乌龟不但为之其手 号称龟千岁 而且是四林中唯一去世存在的动物 龟又称玄武 又因龟的寿命长 而且龟壳具有很好的风水寓意 所以龟是一种富有灵性的动物 龟被作为祭祀的神灵之物 古人认为借由龟壳上的裂纹 即可预测凶吉祸福 此外还设有一个官位叫做龟人 不是骂人 这在当时可是很高贵的官职 二 蛇 尽管蛇的样子让很多人进而远之 但蛇既是具有图腾之下 远古不少民族和部落都以蛇为祖先 他们认为蛇是通往人灵魂的看守者和灵影 是灵性和智慧的象征 而在中国 有名奸习俗认为 蛇入宅则遇誓着家中吉祥高照 若有人把蛇打跑或者打伤 也就等于把财技打跑了 此外 蛇在百姓心目中为龙的原形 所以蛇也代表着权势和地位 因此不可伤害 蛇在我国人化中属于灵物 天地四灵之中的北方神明玄武 也就是龙龟 龟蛇合体 龟长寿 蛇照财 佩戴或者摆放 寓意财源丰厚 靠身稳固 三 黄鼠狼 黄鼠狼在一些地区被称作为黄大仙 也叫作黄皮子 老一辈的人都会说 黄仙记仇不能招惹 其实主要是因为黄鼠狼自古给人的印象 就是和狐狸一样狡猾的动物 由于它们相较于其他动物灵性强 脾气大 报复心重 所以人们一般不愿意主动去招惹它们 若是主动伤害了它们 霉运也会随之而来 听到这么一个故事 真人真事 讲出来希望帮助当事人宵夜 十年前呀 有这么一家人 家里有两个人打死了一只黄鼠狼 打死的黄鼠狼是只母的 还怀着三个黄鼠狼仔 打死了这只黄鼠狼之后 其中一个人不久就死了 另外一个人因为犯事入了18年监狱 最近刚出来 通灵的人说 这个脱生成黄鼠狼的奶奶 在生时 红杏出墙 老想跑出去找别的男人 死后便下了夜海 被蓝色的海水压在海底 手指被钉子钉住 就是为了不让他再跑 惩罚他红杏出墙 打死的那个黄鼠狼 是他们的奶奶去世后脱生的 因为惦念晚辈就到儿孙附近 长留的来看看 不巧就被打死了 后面的死人和入狱 都是这个黄鼠狼整的 六道轮回因果报应 真实不虚 四 井里 鱼是青龙翼 自古以来 鲤鱼都代表着祥锐 井里因为外形靓里 素有着水中火宝石的称呼 并且在风水学中 它还是可镇宅望宅的风水鱼 是代表吉祥的鱼种 传说中鲤鱼能够溺水上素 当面对水流湍急的瀑布时 仅有鲤鱼能够自下游跃至上游 鲤鱼跳龙门之说便由此而来 也常用来与人平步青云 飞黄腾达 在中国人的新年中 人们取鱼的谐音为鱼 只为讨个年年有余的好彩头 千年过去 井里一直承载着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即使也是对年年岁岁 福气有余的祈愿 鲤鱼养成需十年 且一人一次只能养一条 从一年龄开始 需要每天喂食 换水 念经 长此以往 鲤鱼灵性倍增 可为家宅 带来祥和之气 狗被称为镇宅之神 猫是白虎翼 是灵性极强之物 不可乱杀 否则家孕会出问题 猫狗是和人类最亲近的动物 都同人性 都是我们忠实的朋友 当今社会 圈养宠物盛情 由主人照看得比较安逸 而大量的流浪狗 流浪猫 却只能靠捡食垃圾等生存 如果您能发慈悲心 请时常在垃圾箱等地方 留点食物给它们冲击 延期生命 必增福报 不能如此 也千万不要无故打杀 虐待猫狗 以免受暴 至于那些丧尽天良 故意逃毒 将它们毒杀后 卖给饲养厂和饭店牟利之人 如此作为 必遭天谴 而且猫的灵力虽强 但属于阴力 小猫最好在小猫出生几天后 由主人亲自喂养 直到长大 而且不能喂太饱 饿着一点 他以为家里穷 会为家里招财的 六 善于 倪秋 善于是帝王的象征 不可以乱杀或者乱吃 否则会家世败落 别看善于 倪秋不起眼 但是灵性十足 小小的倪秋 最伤婚姻运 伤害它们 与伤害蛇类 具有着同等抱怨的效力 一位母亲曾经咨询 说自己三岁的孩子 得了软骨病 站不起来 当时我起好挂后 根据挂象就问他 你怀孕时 是不是吃过很多的 倪秋善于 他说是的 我老公就是开饭店的 经常杀尸 我也不知道吃了多少条 随后我告诉他 你孩子的病 就和你们的杀孽有关 如今报应落在了孩子身上 你们要立即停止杀凶行为 好好忏悔 以后多放生 多积德 行善 否则会有他的灾祸 看到这儿啊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自己也吃过 你求善于 但不见得有什么报应啊 其实 吃蛇的报应 会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光是身体 还有财运 婚姻运 子孙运等等方面 只是平时大家 没有把这种不顺 和它连续起来而已 7.牛蛙 吃牛蛙特别容易报复人 而得肿瘤 曾经有这样一则新闻 登在新闻晚报中 在一酒楼 有只顾客点了只牛蛙 当厨师正在举刀 准备宰杀这只牛蛙时 谁也没想到 他突然会叫起来 叫声就像是小儿提哭 这位厨师从事餐饮业几十年 从未听到过牛蛙 有这种叫声 这只牛蛙好像是知道了自己 大信已到 再向厨师哭着求饶 饭店老板看到了这只通灵的牛蛙 发现这只牛蛙 除了比一般的牛蛙精神许多 再无其他的灵异之处 但在牛蛙凄惨的哭叫声中 饭店老板立即制止了厨师的行为 说这只牛蛙很有灵性 我们要将它放生 8.刺猬 刺猬被称为财神 是不可以乱杀的 会破财 在民间 刺猬与老鼠 蛇 狐狸 黄鼠狼 并称为五仙 民间普遍认为 五大家是与人类长伴相生的 属于一妖一仙的灵异 如果侵犯了他们 使他们受到损害 他们就能以妖术 对人类进行报复 使人类受到不同程度的灾难的惩罚 而关于民间 这五种动物的传说故事 更是数不胜数 这就更加增添了他们的神秘色彩 倘若人们救助过他们 一般都会有福报 或者危难时得到帮助 但若是伤害 就会有极其严重的恶果 需要承受 9.雄鸡 鸡是朱雀仪 生性好动 养气最盛 能克制恶鬼 同样也要从小鸡开始养 外面买的大雄鸡 虽然能避邪 但不护主 平时可以喂点毒虫 如蜈蚣 蚯蚓等等 不要和母鸡进行配种 多让它晒太阳 多与它说话 但不要触摸它 以上所谈是希望 将友们再遇到灵性之物 切勿伤害他们 或者贪图口欲 而是自己招来 无穷之烦恼和灾祸 所以也希望 大家在看到这个视频后 也能够积极发善心 举手之劳 救它性命 为自己积累无量福德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